字幕提供 歡迎來到今集的曼聯新聞 希望大家記得 留言、讚、分享 記得訂閱 我們兩個講曼聯的YouTube Channel 包括現在在看新聞台 以及大巴台 每一條片尾都有兩個小圈 如果你們還未訂閱 那兩個小圈 就知道自己訂閱了 好了 事言歸正傳 這次節目就跟大家講講 兩位Fringe Player 即是一隊與後備之間的球員 包括拜利和Daniel James 和James 兩個都有高人指路 告訴大家 究竟怎樣才能爭取上一隊 或者更好的表現 首先講講James James得到的高人指點 當然是威爾斯同鄉 阿傑斯 由於近來有很多傳聞 說列斯聯很想找James加盟 除了James之外 另外一位威爾斯的角角隊友 Dylan Levit 在曼聯 跟了一隊操練 但是沒有太多相關 不是 是否已經外借了 是 是 列斯聯對他也是有興趣的 Manchester Evening News 有這樣的報道 而 傑斯在威爾斯 因為現在快要打國際賽日 說起James 這樣說 傑斯說 我不知道轉會傳聞是怎樣 因為 好的球員 永遠都是很多傳聞 這些會發生的 我真的轉會方面 我們沒有談 我也不知道有什麼實在 所以我真的答不到你 但是 James是一個很好的球員 尤其是之前幾場代表威爾斯 他也很期待回來威爾斯 國家隊和我們一起打球 究竟James現在面對的一件事 就是傑斯之前也面對過 就是很多批評 原來傑斯說 我和Daniel James 都在聊天 如果有需要的話 他就這樣說 他說你在一些大球會的時候 你經常都會被批評 這個就是一個很正常的事情 你也一定要學會怎樣去面對 有時這些事情會發生 對於我來說 我是很簡單的 我如果覺得 有需要跟他聊天的時候 我就會找James聊天 但是 站在我的立場 他真的是相當出色的球員 譬如說 他本身未必有這麼多比賽 但是他一回來威爾斯國家隊 他就很鎮定 他也很照顧自己 很照顧自己的飲食 狀態保持得好 所以 我在威爾斯國家隊來說 非常開心 有這樣的球員 也對他有信心 即是說 其實James 我覺得這樣也很重要 因為 傑斯始終 他自己也接受過 這麼多嚴厲的批評 或者他自己也試過做錯事 說真的 這些經驗 對於James來講 是怎樣應對 其實是很重要的 當然 這些東西就好學 其他東西就不好學了 James 好 第二個球員 第二位球員要講的就是拜利 拜利剛剛在巴黎頓那場的聯賽杯上陣 他也踢得不錯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他就是拿了一張圈子 沒有零失球 他跟 蓮特洛夫的拍檔上高 也是相當合作得不錯 一缸一游 我經常都說 我們的中堅最好就是這樣 一缸一游 所以我曾經提過 有朋友剛剛在留言說過 其實蓮特洛夫和麥加亞 兩個都很類似 你中堅放兩個這麼類似的球員 就將兩個人踢法上的缺點 表露無遺 將他重複 所以 這一場波 蓮特洛夫拍 拜利 踢得這麼好 其實就可能 是一個 一個 譬如 是否應該麥加亞拍拜利 會比較好些呢 也有很多朋友說 拜利這場波 一些殺球 籃球 那些難節 非常準成 不過先說一件事 始終我們的對手 就是白禮頓 的副選球員 因為他們 攻擊力方面 基本上是出了副選 後來才換入了 初舌 那些比較有正水的球員 所以拜利對著一些 沒有那麼高能力的前線球員 踢得好 老實說 你問我是應有之義 但是去到英超 或者甚至乎 對強隊的時候 我想我們也要 做回 對於 拜利的評估 要做回 調節 大家要留意 好了 當然 不是我們這樣說 蘇斯一查 也有說拜利 也都 給了一些意見 他 我覺得拜利 做得很好 我們也知道 其實我們也很 想用他 或者對他的評價也很高 但是最重要的拜利是 穩定 地有表現 以及不要受傷 這樣就很重要 所以 老實說 看樣子 蘇斯一查 都有機會用拜利的 尤其是說真的 我想我們認知的事情 蘇斯一查沒有可能不知道 或者更加對我們 比我們更清晰 就是說中堅方面 如何可以掩蓋到 每個中堅的弱點 因為一個好的領隊 或者好的教練 就不 除了說 將一個球員的優點 發揮得最盡之外 更加重要就是 將他們的 弱點去掩蓋 那麼這件事 我都 究竟蘇斯一查怎樣 我們接下來 就再拭目以待 這樣子的 另外 軒仔 也是零失球 那麼 也都 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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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賴頓 對著萬聯 就黑仔的球員 這次又不是射中主中美 射中籠 不過軒仔 就作出一個神救 也都始終令到 Trosser 都進不了萬聯的球 那麼 所以 這件事 也是值得 高興的 我們的後防 叫做 有很多的 替補球員 都開始慢慢 上到位 所以 老實說 如果繼續這樣 踢下去的話 蘇斯一查就沒有藉口 繼續用他的正選手 一人 反正 現在的戰術 都是用回每人的個人能力 老實 我們的 複選的個人能力 我輕輕了 哇 奇怪 我們的複選的個人能力 就真的可以的 因為其實 只要適合的配搭之下 就應該可以幫到手 剛才的手機輕輕了 那麼這條片 我也不知道要不要 否則可能要六個 不過不要緊 繼續說下去 所以 接下來 真的要看看蘇斯一查的安排 究竟還要使用正選手一人 還是真的可以用我們的球換去輪換 令到我們 不只是一反底 就是連勝十一二場那麼少 可以把我們的連勝 或者一個比較打得好的時間 可以繼續長下去 因為作為一隊強隊的話 我們要整個都打得好的 現在的要求是 不是打十一二場好球就OK的 希望這一節可以用得回 我也不知道 多謝各位的收聽收睇 拜拜